星星稳稳深深頭頭 2010年10月 金鐘獎頒獎潛戲 楊成林出現在這裡 就是希望可以求個平安 不只是求平安 之前在泰國拍鬼片 楊成林身體忽然又酸又痛 呼吸困難 他說 當時幸好世上有四面佛 感受到那個感覺我就知道說 好像一切有點不太對勁了 趕快帶了那個老闆 給我的小四面佛 所以就立刻很誇張 立刻那種緊的感覺 跟酸的感覺消失 誰講的是 海派甜心 兩個星期後 楊成林的名字 在頒獎得理賞氣 他拿下金鐘獎最佳女主角 類似的實力還勇往一度 西海浮沉十幾年 一直只是通告藝人 他來到這間小小神堪 悄悄許下心願 我希望在這半年內可以達到 就是有一個固定的節目主持 還有戲劇 如果大概不到一個多月 我們公司 我出國的時候 我們公司接到電話 製作單位的邀約 說有一個電視節目的主持要找我 翻開第一頁就是 王以路帶著 泰國的新住民媽媽 來拜四面佛 教怎麼還願使用 四面佛原自印度教 法相奇特 有別於一般佛像 他四面八首 戀朝四方 可求公民 其因緣 判發財 保安 七手拿聖物 掌令旗 金書 權杖等 各表法力與智慧 相傳是凡間愛上女神 為了讓自己隨時看到她 竟然前後左右各長出一張臉 四面佛並有神形 台灣第一尊四面佛 隱身台灣是香弄 民國七十三年 由信眾從泰國請來台灣 沒有明顯招牌 卻是香火鼎身 信徒懷孕的花束 絡意不絕的人潮 把小小神看 擠得水線不通 據說四面佛雖然靈驗 但有大忌 演藝圈就盛傳 小街網羅志祥曾承住四面佛 卻忘記懷怨 差點忍不上身 在接近那個一年 快要滿的時候 他夢見了四面佛導遊 就主動來跟他們聯絡了 他們就說 為什麼知道我們來曼 他說 四面佛也來找我了 他說你今天一定會來 小哥就覺得 幸好我來了 這個不還願還得了 類似故事會聲揮影 讓四面佛更添神秘色彩 有人說 藝人李敏然的死 與他有關 一口爆牙 誇張大眼鏡 一代校將李敏然 氣憲聲的搞笑演出 深知人心 他為大家帶來歡笑 卻在2005年驚傳輕聲 當時聲傳他會尋短 跟生前曾在路邊 撿到一尊四面佛有關 一般民眾都相信說 四面佛基本上不太能夠請回家 他有四個面向 那這四個面向 甚至四個面向 你都不能其中有一個面向 是朝向我們的洗手間的 因為這會不敬 後來李敏然將家裡的四面佛 請到廟裡安放 卻無意間觸犯了禁忌 不過這些傳聞 後來都沒有被證實 會不會是在請佛像回來 跟送走當中 有一些狀況是不符合這個 拜神的禮儀 所以這造成之後 後面出了一些事情 房間流傳 向四面佛求天才火桃花 特別靈驗 因此廟裡經常可以看見 八大行業的女子前來求助 也有人相信 四面佛喜歡看業務 有信徒為了還願 特地花錢請女舞者 在廟裡清潔無山 但其實泰國當地跳得還身舞 莊重而典雅 形成台灣泰國兩地 四面佛信仰的不同特色